わか 스ques 還有聲音 還有這種心氣 打鼓一定要響 然後一定要敲一下才打到 幾十年就是這樣 吵吵吵擾很燙 咳咳咳咳 一定的 自行人 吃飯了 那個時候我住了四年級的時候 我就沒有讀書了 我去江玉瑋幫我的堂哥 寫他的功夫了 花十幾年了 現在看你那麼容易搖擦了 沒問題了 就硬硬煮了 越做越開心了 還越做越健康了 還不想退休了 17歲我就當老闆了 現在我的兒子就幫我 我們已經地基打得很穩了 已經有名幾十年的歷史了 我其實小時候是挺頑皮的 每次跟著我朋友去 然後每次都會經過我父親的店 所以溜檔溜檔 總有一點內疚 所以在我玻璃的那一年 就過去想在假假幫他就好 他也知道一幫忙就幫到現在了 我幫了父親七年之後 在1996年我就開設自己的分行了 不但炒蝦麵 我們也做海鮮了 因為我父親本身就是一個很認真 跟要求很高的 如果你不認真又不要求的話 怎麼去炒好東西 他有要求 肯定我們就很容易被罵了 好像現在我兒子學的已經是很幸福了 在我開始學的時候是麵3公斤 米粉3公斤6公斤 再加上豆芽下去整7公斤 就要用手相去撈 上面比已經很辛苦了 看起來好像很少 可是你拿起來的時候 好像很重很重的樣子 因為拿不起 我相信孩子應該從小就開始 給他們一些嘗試 讓他們有一個感覺先 也當成是延續傳統 你看看,這個不太太太 可以做到嗎? 看起來 他最喜欢做的就是这个 过年过节他都一定要做 做很多 做的时候呢 他亲戚也有很多人来 请客人来吃 每个人来都在吃 我做很多